在大學修讀電影的何正庚 還有一年就畢業 他希望畢業之後能夠重視傳媒工作 但現時就不會考慮做電視台 因為創作空間太少 現在香港只有兩間免費電視台 創作空間就會局限這兩間電視台 如果針對我是一個即將加入這行的學生 反而我個人的興趣不會加入電視台 反而會針對一個叫微電影 或者叫廣告短片式的創意比較自由多些 因為始終電視台是一個工廠 但他同學增訊完就有意投身電視台做編劇 都希望電視界引入多些競爭 如果你說現在可能有三至四個台 那你可能可以看定一點 可以再了解一下他們的台 他們是偏向甚麼風格 或者他們想要甚麼員工 你可以做多些選擇 裝備自己 然後再選一份你覺得最適合自己的工 他們希望政府 不要再拖而發出新的免費電視台牌照 行政會議前年開始審批有關牌照的申請 但至今都未有結果 其中有份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的有線電視 旗下的奇妙電視 日前就發聲明質疑批審一拖再拖 建議再諮詢公眾 而現時兩家免費電視台 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都先後表示 一旦政府同意發牌會展開法律訴訟 令到免費電視市場開放再起風雲 我們再查詢有份申請牌照的三間公司 未來的發展方向 有線寬頻和電訊營科都未有回覆 而城市電訊旗下的香港媒體製作 就回應說對發牌仍然有信心 一切發展方向會照舊進行 香港蜂鳳電視記者王家林 報導 憑 organism